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段非常时期的提供午餐和晚餐 就赶紧召集志工来开始做头画 怎样去准备这些午餐晚餐 那我们当然就是 齐志工的使命就是一不容吃的 这两位姐姐是我的大菩萨老师 在湘西方面付了很多努力 做了几十年了 刚好我这个大菩萨老师 它刚好有一个很好的地方 可以资源我们来完成这个使命 请营养师检查一下食谷 维生素够吗?蛋白吃够吗? 各方面的营养均衡吗? 所以我们中间会加一些 姜、麻油、芝麻 让它达到那种去风、去寒、防寒的那种食物 食疗 所以也不用担心老人家 吃了会凉 我们也把东西切得很小块 让老人家容易咬嚼咯 有考虑这几点 很好啊很开心 能做善业啊 来帮助人家 帮助需要的人 这是我们的学佛的人 我们的一个菩提心 他们吃得开心 又欢喜哦 又健康哦 很多老人家都是无肉不欢的 我们也希望说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改变一些老人家 对住食的这样的一个饮食观念 祝福老人家 平安健康